小伙子瞪人一眼 被打后第二天死在家中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看也不难过呀 父亲要求严惩打人者 警方却说小伙子是自杀 请法院给杀人犯判刑 还我而公道 是警方错误认定 还是死因真另有蹊跷 打人者最终又是否该为 小伙子的死亡负责 李小梅法官将为您讲述 对事出人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5月初的一天早上 刚上班 苏北一家基层法院 民意庭的州法官 就接到一个烫手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原告 为了给死去的儿子讨说法 曾在派出所门口摆花圈 烧纸钱 而且直到法院给他立了案 他还在上访 告派出所对这个事处理的不公平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呢 州法官回到办公室 急忙翻起案卷 原告叫王和祥 黄红花 年近六十 是近郊王村的农民 被告叫胡壮壮 26岁 家住室内 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苏壮里说啊 王和祥黄红花 有一个儿子叫王聪 22岁了 中秋节后 想出去打工 就到火车站去买票 结果在排队的时候啊 跟胡壮壮发生纠纷 被胡壮壮全打脚踢 四日就死在自己的家里面 老两口的诉讼请求是 要胡壮壮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服务金 共计34万元 但是除了这个明示诉讼请求之外呢 案卷里还加了一张纸 上面歪歪扭扭地 写了这么几个字 杀人长命 请法院给杀人犯判刑 还我儿公道 署名也是王和祥黄红花 老两口既然到法院 走民事程序 要求民事赔偿 就说明警方已经认定 这不是刑事案件 打人者不用负刑事责任 可老两口怎么还说 打人者是杀人犯 要求法院判死刑呢 老两口这张偷偷塞进来的纸条 像是在为儿子申冤 这小伙子究竟怎么死的 难道这死因认定的背后真有什么蹊跷 可翻遍案卷 州法官也没有发现 关于王聪的死因的相关证据 只有一份由派出所给胡壮壮制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这上面说啊 2013年9月20日15时40分许 你在火车站售票厅殴打王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3条第一款制规定 现决定给予你行政拘留10日 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 为什么王聪死了 而施暴的胡壮壮 仅是被拘留和罚款呢 王聪的死亡和胡壮壮的殴打 有着怎样的关系 州法官想通过原告的律师了解一下情况 就拨打了律师的手机 可对方一听是王聪的案子 赶紧推辞说 州法官您别再找我了 这老两口太将了 我告诉他们 王聪的死 他们只能追究胡壮壮的民事责任 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领了啊 还把追究刑事责任的纸条 加进去了 我呀 已经把代理费退了 让他们命情高明了 你要是想了解案情的真实情况 还是自己到车站派出所 找赵所长吧 他最了解这个事的经过 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律师的这番话 让州法官的疑惑更深了 难道真是胡壮壮 本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派出所 却替他隐瞒了什么秘密 于是 这州法官带着书记员 来到了火车站派出所 在这里 他们见到了处理王聪 和胡壮壮案件的赵所长 而赵所长一听说 法官是来了解这个案子的 也没有表现出什么避讳 反倒如是重负的样子 说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看着不难过呀 我也是一个父亲 怎么能不理解他们的痛苦呢 可我是一个执法者 不能感情用事 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人生 对不对 王和祥说要一命抵一命 我说这案子不是怎么回事 不能怎么处理 王和祥就觉得 我偏袒胡壮壮 还说不行 自己就把胡壮壮弄死 然后抵命 说到这里 赵所长显得有些无奈 王聪的死 究竟是不是和胡壮壮有关呢 对于这个疑问 赵所长没多说什么 而是拿出了一份 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播放周法国看 这就是纠纷现场 火车站数票大厅 时间是2013年9月20日 下午15点36分到42分 监控中打赤波 临阵红色行李的 就是死者王聪 而排在后面 这位穿着黄色T恤的 高个子青年 就是被告胡壮壮 我们可以看到 王聪和胡壮壮 先发生了口角 因为没有录音 不清楚两人 到底因为什么 发生了争论 这是 我们注意一下 是王聪 先动手 推了胡壮的一把 两人离开了监控画面 但是我们从旁观者的反应 可以推断出 此时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 之后两人继续回到队伍里排队 但是我们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 可以看出事情并没有完 两人似乎都在克制 但都有些抱不住火 此时 王聪拎的行李 再次离开了队伍 去找胡壮壮理论 可以看到 这次仍旧是王聪 先动手推了胡壮壮一把 紧接着胡壮壮还击 两人扭打在一起 胡壮壮飞起一脚 将王聪踢出两米开外 此时 王聪面部受伤 擦血 但是行动自如 紧过了一分钟 王聪冲上来 再次攻击胡壮壮 滑倒在地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此时王聪行动自如 神志清醒 留下来的胡壮壮 情绪激动 但也非常不安 擦拭身上的血迹 在别人的劝说下 也离开了售票室 那么双方打斗的起因 是什么呢 赵所长拿出了两份笔录 一份是胡壮壮的供述 说 一个小伙子过来 推了我一把 说 你看我干什么 再看我就打你 另一份 是王聪邻居的 说王聪挨打后 曾到他家 去找他儿子 想去报复 明军问 为什么被打了 王聪的回答是 我在火车站 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问我 看什么的 我想支架子 还没来及 那个人朝我眼 打了一拳 好 就是因为相互看了一眼 危机发生了 可是从监控上看 王聪离开的时候 伤情并不严重 他怎么会在第二天 死在自己家床上了呢 经法一鉴定 王聪竟是服药自杀 老爸 我真的走 没能让你安详晚 王聪长期患精神疾病 可自杀是否和胡壮壮的 殴打有关 那个人如果不打他 儿子是不会回家 想不开去死 父亲认为 儿子被打导致自杀 那么打人的胡壮壮 到底该不该负责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李小梅法官 将继续为您讲述 对事出人命 周法官回想着 刚才胡壮壮 殴打王聪的那一幕 忽然有一个瞬间 引起了他的警觉 就是这儿 胡壮壮飞起一脚 猛踹王聪 这一脚 会不会就是造成 王聪死亡的直接原因呢 赵所长说 咱们想到一块了 开始的时候啊 我也怀疑 是这一脚要了王聪的命 所以动员王和祥夫妇 进行尸检 他们同意后 为了增强客观公正性 我们专门聘请了 具有国家司法 鉴定资格的 司法鉴定所 和我们的法医 一起施检 后来鉴定报告出来了 内容是这样的 左纪勒区 也就是胡壮壮 脚踹王聪的部位 建14.5厘米 乘以7厘米 范围的皮下出血 胸腹腔 铸脏器位置如常 胸骨 肋骨 未见骨折 肺瘀血 肺水肿 心 肝 肾 脾 脑等组织瘀血 未减见致命性 机械性损伤真相 也就是说 王聪身上的外伤 并不致命 包括走了 祭乐区 胡壮壮 猛踹的那一脚 也没有造成 严重的伤害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未见致命性 机械性的损伤 为什么会出现 肺瘀血 肺水肿 心 肝 肾 脾 脑等组织瘀血呢 先看一下 鉴定报告的结论 被鉴定人王聪 不排除 绿蛋瓶 中毒死亡 通过查阅资料 我们知道 绿蛋瓶是一种 抗精神失常药物 有许多医学专家证实 服用过量的绿蛋瓶 会出现呼吸抑制 甚至衰竭 导致死亡 而急性中毒死亡者 会出现多脏气 瘀血 水肿 由于脑肺 明显 赵所长告诉周法官 民警开宴现场的时候 不仅在王聪的房间里 发现了绿蛋瓶的空瓶 还找到了另外一样东西 可以断定 王聪确实就是自杀的 这就是王聪 亲笔书写的一份遗书 内容是 老爸 我真的走了 没能让你安详晚年 我没用 没有出息 您老人家 还要好好地过 不要为我伤心 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 死了活该 我有可能上天堂 综合上面的证据 周法官确定 王聪确实是自杀身亡 公安机关的处理 是没有问题的 可周法官仍感到不解 王聪作为一个成年人 仅仅因为与胡壮壮 发生冲突 吃了亏 就要自杀吗 这个选择 是不是显得太脆弱 冲动 并缺少责任感 在民警的一份调查中 周法官找到了答案 原来 王聪的精神状况 存在异常 村民们告诉民警 王聪从小聪明好学 但高中毕业以后就变了 经常自言自语 翻白眼 说话也颠三倒四 村民们都说 这孩子学习太刻苦 把脑子学坏了 还有村民说 王聪住过精神病院 但没治利索 一直吃着药 而这个事实 从王聪屋里 发现的两个绿弹瓶空瓶 也能得到印证 王聪既然精神异常 王和祥夫妇 为什么还会到外地打工 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呢 原来 王和祥一家经济条件并不好 王聪生病后 需要花钱治疗 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一方面是为了给儿子继续治病 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 将来王聪还想读大学 夫妻俩就想着到外地打工 攒些钱 便把儿子交给了 已经退休的大掰照料 大掰是退休的中学教师 对孩子又耐心又细致 可以说 有了大掰这个保险 王和祥夫妇 这才放心地走了 谁知道 竟会发生这种事 可王聪又是怎么服毒的 他死前拿到大掰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州法官不禁问道 赵所长说 据大掰回忆 王聪挨打的当天回到家里 情绪曾经非常低落 想找人报复胡壮壮壮 但是问了一圈 没有人愿意帮忙 他很伤心 多次痛哭 说自己没用 活着没意思 这让大掰不得不对他 留了个心眼 果然 王聪两次拿到要割手腕 都被大掰夺下了 大掰晚上并不放心 一夜起来三次来看王聪 王聪关着门 但屋里始终亮着灯 喊他呢 也答应 但是到清早喊他吃饭的时候 就不再吭声了 进屋一看 只见王聪躺在地下 浑身是汗 口中流言 已经没了呼吸 大掰赶紧拨打120 又请了村里的一位医生来看 医生检查了一番 跟大掰说 这孩子已经没有了 讲完这个过程 赵所长叹口气说 您说法官 就算我的话 王和祥夫妇听不尽 可孩子大掰的话 他们总该相信吧 案件事实基本明了 王聪是自杀身亡的 对于这一点 王聪的父亲王和祥也是清楚的 可王和祥为何还要坚持追究胡壮壮的刑事责任呢 在赵所长提供的一份笔录中 周法官找到了答案 虽然儿子没有当场被打死 但那个人如果不打他 而儿子是不会回家想不开去死的 因此王和祥认为啊 胡壮壮是间接地害死了王聪 犯了过失之人死亡罪 原来是这样 所谓的过失之人死亡罪 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 没有预见到 或者已经预见到 却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 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那么胡壮壮的行为 能不能构成此罪呢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胡壮壮殴打王聪 所造成的外伤并不致命 而最后的鉴定结论 也明确显示 王聪直接的死因 是服用了过量的绿弹瓶 这说明胡壮壮的行为 与王聪的死亡之间 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次胡壮壮也不可能 可以见到打人会产生 这么严重的后果 王聪被打后 回到家里服药自杀 这的确是一种极端情形 实属少见 一般来说 正常人的心智 都是有一定的承压能力的 并不都会因为被打 就做出自杀的举动 很明显 胡壮壮的行为 并不能构成过失之人死亡罪 打人者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王聪父亲提出高额赔偿 非让法院给胡壮壮刑 是我不对 但胡壮壮总得给我一些经济补偿吧 胡壮壮经济拮据 面对34万赔偿金面露难色 总不能因为这 让我也活不下去吧 胡壮壮究竟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最终的判决 又能否让老来丧死的王和祥夫妇满意义呢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李小梅法官 将继续为您讲述 对事出人命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 是非对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法官几案 周法官想 尽管法理很清楚 但怎么才能让王和祥夫妇接受呢 老两口老来丧子 还要他们保持理性 这不是太难了吗 回法院的路上 周法官不由心事重重 看来 当务之急是寻找沟通桥梁 通过这个桥梁 来打开王和祥夫妇的心结 他想到了王聪的大掰 因为能看出 王和祥比较信任这位有学问的兄长 而这位兄长 对整个事件又非常了解 于是 周法官给王聪的大掰去了电话 把一些法律规定讲给大掰听 说希望他能够给王和祥说清楚道理 大掰果然通情达理 答应给王和祥做好思想工作 可是 亲情毕竟只能解决感情问题 案件最终还是要走法律途径 周法官认为 此时王和祥还需要一位代理人 而这位代理人呢 不仅要准确地理解法律 而且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可以当好润滑剂 王和祥夫妇的情况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周法官就来到了司法局 把案情向工作人员做了介绍 司法局的同志听了 对王和祥也非常同情 就指派了一位为人政治 责任心强的张律师 为王和祥进行法律援助 王和祥与法院间的桥梁搭建起来了 那么经过哥哥和律师的解释 和疏导王和祥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半个月后 王和祥在张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法院 建了法官 王和祥的第一句话就是 法官 当初我闹公安啊 的确不合适 这一句话明显听出了王和祥的态度 有所转变 王和祥接着跟法官说 其实这个事啊也怪我们 当初觉得孩子病情控制了 想挣点钱供孩子复读 就让王聪一个人在家 谁知道会碰上这个事 要是我和他娘看着他 孩子说不定啊就能看开些 说不定就不会走上绝路 王和祥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待这个事件 看来张律师和大掰这两座桥梁 都发挥作用了 王和祥接着告诉周法官 之前啊 为了供王聪上学 老两口在外地捡破烂赚钱 王聪为此心理压力很大 去年高考 王聪离分数线啊只差两分 从那以后精神就恍惚起来 还无法控制地翻白眼 看上去就像是在找事 王和祥说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两个孩子才打起来的 周法官说 是啊 胡壮长平时表现还不错 也没有前科 因为这个事啊 已经被罚款拘留了 也算受了教训 但要追究胡壮长的刑事责任 确实是与法无据 您现在能接受了吗 王和祥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非让法院给胡壮长判刑 那是我不对 我现在知道了 但胡壮长总得在经济上 给我一个说法吧 王和祥的这一个要求 有没有道理 胡壮长不承担刑事责任 是不是应该承担 部分民事赔偿责任呢 周法官分析 被告胡壮长打王聪的行为啊 虽然不是造成王聪死亡的 直接原因 但胡壮长的这个行为 还是有过错的 因为啊 这导致了王聪悲观负面的情绪 加重了王聪的病情 引发了王聪心里的剧烈变化 最终导致了王聪自杀 可以说 是造成王聪自杀的诱发因素 和间接原因 胡壮长应该按照自己的过错责任 赔偿王和祥夫妇 听了法官的分析 王和祥当场表示 要胡壮长赔偿他三十四万 很明显 王和祥要求的这三十四万 包括了丧葬费 精神损害服务金 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全部损失 而且呢 是按照百分之百的过错责任 向胡壮长提出的要求 开庭那天 胡壮长没有到庭 他打电话告诉州法官说 他没脸 也不敢见原告 还说啊 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王聪自杀的事 等从居留所出来 赵所长告诉他的时候 他吓坏了 怎么都不肯相信 赵所长把证据拿给他看 他才确信对方啊是真的死了 当时他和妻子抱头痛哭 追悔莫及 可是至于赔偿 他说他也不是不想弥补 对王和祥夫妇的伤害 可是自己只是打了王聪几下 怎么至于要赔几十万 总不能因为这个 让我也活不下去吧 胡壮壮拒绝按照全部责任赔偿 王和祥老两口又确实需要赔偿金 维持生活和养老 那么在本案中 胡壮壮究竟该赔偿多少呢 相关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这就涉及到 多因异果的侵权责任比例划分问题 所谓的多因异果 是指在数个过错的作用下 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的情况 分析整个案情 可以看出来造成王聪死亡的原因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呢 王聪身患精神疾病 这是内在的 其主要作用的原因 可以说啊 没有这个因素 本案的损害后果 几乎不可能发生 第二呢 就是王聪作为精神疾病患者 他的行为能力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需要更为细致的保护 和必要的心理疏导 也就是说 他的监护人将他置于失去监护的状态 致使他和他人发生纠纷 加重了病情 这也是造成他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呢 胡壮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王聪殴打 导致王聪病重 这个诱因和上面两个因素 共同作用形成了合力 导致了王聪自杀的严重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是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第二项规定 两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 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 间接结合产生了同一损害后果的 应该根据过失的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 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那么胡壮长在此案中 应该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呢 由于胡壮长的殴打行为 仅是王聪自杀的诱因 起到的作用相比其他两个因素 要显著轻微 属于次要地位 属于间接原因 因此 法院着定相应的过错比例为15% 2014年10月9日 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胡壮长 赔偿原告王和祥 黄红花 各项损失4万余元 宣判后 双方都没有上诉 目前案件已进入了执行程序 王聪因高考失利 罹患精神疾病 因被他人殴打 自暴自弃 放弃生命 造成了一家人的悲剧 胡壮壮 为自己的意识冲动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尽管没有承担刑事责任 但自责和悔恨 也许会伴随他的一生 青春是躁动的 也是脆弱和敏感的 希望这起案件 能唤起全社会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共同呵护和光爱青少年的成长 感谢收看这期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会 小区里金线火球 烈焰中竟是一对青年男女 地上那火球 嗷嗷嚎叫着翻滚着 两个受伤的人是浑身交黑 这对男女是什么关系 是他们双双殉情 还是惨遭毒手 肯定是你们家害了我儿子 一段监控视频 揭开惊人真相 放火者竟是被烧伤者 自己可怕的追求者 下期播出